不知道自己的根性 我们遵守世尊 在大基金上 这段开始 我们选择净土 那就对了 根据世尊的指示 我们生在末法 我们选净土法文 决定不会错 那么这部经 无量寿经的绘节本 出现 在今天 在这个时代 这个经书 举例我们 大概七十年 七十年前 夏林菊老菊斯 用了十年的时间 完成这一桩大死 大死因缘 末法王后九千年的 靠什么 肯定靠这一步经 这一步经 是无量寿经 五种翻译的本子 把它汇合起来 编成一个新的本子 那 读这个本子 等于说是 五种原意本 你全部都读到了 这是金宗最好的本子 最好的本子 现代人有福了 你才遇到 过去修净土的人 因为五种本子太多 念起来很不方便 所以大家都采取 小本阿弥陀金 依靠 连连连大事的疏操 偶艳大事的要求 作为 修学尽宗 最主要的依靠 那么这个汇集本 出来之后 真正的依靠 出现了 尽宗低业金 明师相复了 那么紧接住 黄念族老居士的注集 有金有注 我在早年 给这部经编了一个口碳 赵婆娑老居士 非常赞叹 汇集本成就了 可慧成就了 注节成就了 无比的欢喜 尽宗往后 一片光明 密陀 此光不照 我们今天 在此时此处 大家在一起学习 这个音语 无比殊胜 稀有难逢 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最重要的 是对这个经 有正确的认知 真正能够理解它 一教修行 在这一生中 决定要成就 所以这真定就很重要 不解决 不解决 所有新闻 都是李梦 做世代的 Care 得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